美股周三收高 挽回了部分周二的损失 科技股录得4月以来最好单日表现 在过去的三个交易日当中 特斯拉 苹果 微软 亚马逊 Alphabet 以及Facebook等六只科技股连续下跌 其总市值已经蒸发1万亿美元 标普白指数已经下跌了7% 纳斯达克100指数下错11% 策略师Jason Hunter和Alex称 尽管动能受阻 但是没有表现出标志着涨势到头的看跌形态 且仍然守住关键支撑位 他们认为对于标准普尔500指数而言 反弹结束时出现的价格模式和极端情绪读数 目前并未看到 这是他们认为市场目前并未即将进入持久的空头趋势 同样也有华尔街分析师认为 股市应该反弹 我们经历了连续三天的抛售 已经显然超卖 不过仍然建议投资者看看反弹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看其下方是否有真正的买盘支撑 显然目前属于多空资金搏杀阶段 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涨得快 跌得也快 股市还未显示出是明显的反弹 还是将会继续下滩的走势 需要投资者耐心等待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